也倒塌是一片栗 7月中在廈門登場 委會遭一定調 這是中方統戰平台 來一方面由副主席夏立言 視訊與惠 外界好奇朱麗倫 會不會也透過視訊參加 還是秉持原來既定的立場 那夏副主席會視訊參加 那我是以誠心誠意的方式 希望兩岸能夠持續的交流 能夠對話 能夠和平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兩岸之間溝通這麼少 如果能夠增加一些溝通 對於台灣的安全是有益的 所以要把九月共識 再拿出來講清楚嗎 對啊 本來就應該 沒有這個東西 兩岸怎麼可能談呢 那會不會貼上親共的標籤 會不會擔心影響到選情 你去幫助台胞 台商 什麼叫做親共 蠻後兩人立主參加海峽論壇 但現實是面臨年底大選逼近 全台縣市首長沒人申請前往 不過中國國台辦人聲稱 預估出席的台灣各界嘉賓 會有約兩千人 海峽論壇 無論實體或視訊 錄影 不改變其統戰平台的本質 走小路 開小門的做法 只會讓兩岸關係 沒辦法進入正常的狀態 這些論壇其實大可不要 要求中國政府跟政府之間談 民將立委很酸 朱立倫才喊出親美抗中 卻又派人參與對台統戰大會 為中國背書 國民黨態度搖擺 形同騙票 相信民眾都看在眼裡 這個海峽論壇什麼時候要舉辦呢 目前規劃是在7月12號 在這個中國來舉行 那我們看到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海峽論壇擺明的它就是一個統戰操作的這個平台嘛 陸委會也都已經告訴大家 不要去配合中國這個對台的統戰操作 也正告境外的有心人士停止介入我們台灣 這個年底大選等等的一些內部的事項 這明明知道就是要來統戰嘛 可是這個議員 朱立倫不是才去美國這樣喊得很大聲 他在美國喊什麼 國民黨是親美的政黨啊 從來不是親中 這是錯誤的標籤 結果怎麼一回來馬上轉頭 又要派副主席去視訊參加了 所以一邊親美一邊舔共嘛 對不對 這個6月9號才去美國說 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如果今天朱立倫要去海峽論壇 如果他一樣能夠把6月9號的這個九二共識 帶到海峽論壇去 我給你打破了 我相信你一定會在年底得到非常多民眾對你的支持 可是很遺憾的 你們今天中國國民黨要被派去 馬英九說什麼 馬英九講的就是九二共識啊 九二共識要拿出來重新定義 那你跟你6月9號朱立倫主席 講的是完全相反的啊 那都不一樣啊 是嘛 你的嫁達是誰 那海峽論壇到底什麼叫海峽論壇 海峽論壇就是一個統戰的樣板 你看我們現在中國國民黨說他要視訊參加 那我們臺灣也沒有任派任何人去到對岸去 但中國說有我們有兩千多個臺灣同胞要參加 那兩千個是哪裡來的啦 那就是全部都是中國的樣板嘛 那你還要去參加這種樣板大會 你國民黨還遮著眼睛要去參加這樣子的統戰大會 難怪會讓人家覺得說你朱立倫就是說一套做一套嘛 六月九號去美國的時候說美國我是你的好朋友 然後回來臺灣的時候 這個民眾黨馬上用驚嚇大喬 搶了你的這個森籃之後 你馬上就說那我也要去參加這個海峽論壇 把這個森籃的再把他搶回來 所以這就拿鄭運鵬政委員所說的啊 這用選舉來講 這用選舉的視角來講 朱立倫就是你的騙票嘛 你要騙的就是兩方的票 要騙青美的票 也要騙這個森籃的票 但是臺灣人民是笨蛋嗎 我覺得今天這個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首相 在日本首日本發生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其實已經給我們一個警惕 就是說在國際情勢緊張的狀況底下 國內也會有相對的對立 那你如果政黨在無意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刻意去操作這樣的對立 其實對所有的人民來講 其實只會更緊張 會讓那個對立的氣氛會更高 那升高的時候就很難避免擦槍走火的意外 我覺得這是所有的人都不樂見的 安倍晉三為什麼對 因為他其實不是只有對臺灣友好 他其實在二零一二年剛剛才哥已經講了 他二零一二年提出的亞洲民主 民主安全 美國日本澳洲跟印度變成金三角之後 變成鑽石連線之後 訂定了現在的印太策略 印太策略是什麼 印太策略就是民主聯盟對抗中國 對抗北韓對抗俄羅斯的一個陣線 那這個陣線拉出來之後 就是現在全世界為什麼 全世界現在就分兩國 一國叫做挺中國 一國叫做反中國 因為要反對中國的霸權 反對中國的崛起 反對中國崛起 對其他民主國家的威脅 所以如果你現在中國國民黨還繼續用海峽論壇去配合統戰 你現在到底站在哪一邊 尤其今天安倍晉三首相 今天早上發生的事情 國民黨你們還這樣子一意孤行 還願意去配合中國做這個統戰樣板嗎 你們不要想一想嗎 全世界現在是什麼樣的趨勢 沒有任何人不跟中國來做交流 而是中國現在就是給全世界穿小鞋 給台灣穿小鞋 在台灣沒有任何威脅的狀況底下 如剛剛那個我們主任所講的 到今天早上都還在共軍老臺 那你的共軍老臺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我我只是不爽而已 我只是要凸顯說 你台灣是我的而已 我就來挑戰你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國民黨還繼續去跟中國擁抱在一起 你的價值是什麼 你要擁抱中國還是要跟世界走在一起 我覺得中國國民黨朱立倫要講清楚 國民黨的部分要請美方議員來補充 因為其實這個海峽論壇 這早就知道要舉辦啊 那國民黨呢到底有沒有一套策略呢 陸委會很早就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人家的統戰操作 都已經這麼明顯了 為什麼朱立倫還是堅持 還是堅持要派國民黨的副主席 用視訊的方式去參與呢 人家中國對我們台灣這麼不客氣 國民黨也是要去議員 我認為統戰 你說要統 要統的是誰 要統的是人嘛 那現在我們在講說 連兩千人都沒有辦法出席到 這個海峽論壇 然後你說你要用靠這個來統 那我真的是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有點太過於牽強了 那當然國民黨 我認為是一貫都走務實的路線 因為從民進黨執政以來呢 我們幾乎是斷了溝通的橋樑 除非我們今天台灣不跟對岸做生意 今天不賣芒果 不賣石斑 什麼都不要賣 你農民也不要跟他 然後我們現在五院都在民進黨手中 立刻宣布修改憲法 台灣直接獨立 那你這樣子 你連交流都不用去交流了 問題是說 你有沒有想過在大陸的學生 大陸的商人 大陸的台灣同胞 很多還台灣人 都還想要跟對岸做生意的這些人 各位去想想這些人的立場 今天朱立倫國民黨 為什麼還要在跟大陸那邊做 所謂的海峽論壇 行之已久 海峽論壇是我們少數還能夠跟對方 有那麼一點點的機會去做那麼一點的溝通 去釋出一點點善意的方式 我認為說其實用這樣的方式 反而是促進了兩岸的一個和平發展 如果你今天你完全不跟對岸有任何的 我覺得人與人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都不跟對方接觸 那誤會很容易就產生了 其實一點點事情就擦槍走火了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這是一個在談判桌上 沒有共識的共識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說怎麼樣去維持現狀 怎麼樣能夠說讓我們的農民 讓我們的漁民可以去賺到錢 我認為說這個才是真正重要的 因為安居樂業才是現在臺灣人 在現在疫情當中希望不要餓肚子 希望能夠說賺到錢的一個方式 那我覺得 美方我打敗你一下 我覺得 如果還俠論壇 國民黨去 如果可以問清楚 中國說為什麼我們的食斑魚不能去 為什麼我們的芒果不能去 不好意思 先讓我講完一下 先讓我講完 如果我覺得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有關南北韓 南北韓之間也是有溝通的管道 也是有途徑的 可是我覺得反觀 我覺得我們跟大陸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不然你就直接宣布嘛 你就修憲然後宣布獨立嘛 不然的話不要說你不要賺對岸的錢 你也不要到對岸去讀書 你也不要到對岸去經商 那請問一下 我覺得這些都可以做得到嗎 我就問你 你今天可以做得到嗎 來 有關兩岸的議題 宰狗這邊待會再來補充 我想先請教一下民進黨的穆玲 因為剛才美方議員就國民黨立場 他說我們跟中國的交流不能斷 海峽論壇是少數幾個 還可以溝通的管道 蔣萬安要算逮爆企業 國民黨參選人也是這樣講 他說這個兩岸交流 他都抱持正面的態度 到底是真的在交流 還是國民黨又在騙票了 來 穆玲 剛剛議員的基本上通篇是胡說八道 我們現在兩岸交流 或者是任何政府 政府對政府的民間的 從來都沒有停止下來 可是如果把這種四大統戰平臺 當作是所謂的交流 各位啊 今年是什麼 今年中共要舉辦二十大呀 你是去怎麼樣 是去拜拜嗎 是去曹共嗎 如果國民黨長期以來都這樣子 怪不得國共論壇現在不敢辦了 他現在改成叫什麼兩岸青年等等等等的論壇 結果去的青年 我自己是青年部了 我可以確定很多很多都不是真的青年 那這樣的統戰平臺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紫荊山峰會很重要嗎 和平論壇為什麼不辦了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這個所謂的海峽論壇 過去所謂的跟民間交流 美方議員 我看你搞不好也有去過了 我想這樣的活動當中 根本都是在所謂的聽訊 然後聽他講 單方面有多好 中國有多好 一方面每天在這邊 共機在你這邊繞來繞去 然後這樣威脅你 一方面跟你說 你的芒果都會確診 這完完全全就是一個兩手策略 如果臺灣所有的民眾 所有的黨派都能夠以臺灣的利益 為核心的話 就不會始終有這樣的心態 蔣萬安 我相信他自己非常非常注意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必須要很小心 去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臺北的民眾 臺北市的民眾 我相信蘇培議員最清楚 不要拿那些什麼 什麼生意上的交流 社會的交流 講得好像一副很了不起一樣 今天請問一下海基會的 這樣臺商的服務的機制 有沒有有沒有斷下來 如果今天還是要講說 我們去那邊操控 去北京去哪裡操控之後 才可以取得臺商的服務的話 這一種真是純純粹的商業行為嗎 這樣的心態 絕對是要不得的 我相信講完 他必須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不能再摸摸 長久以來每一年都在辦的嘛 那你說什麼 他有停過 也不是所謂 你不跟他溝通 你怎麼你怎麼跟對方 講說這件事情 我還要補充一件事情 我還要補充一件事情 不用有意氣 就不要賺大陸人的錢 有意氣就不要去大陸做生意 我告訴你 臺灣賺全世界的錢 只有去中國 要去參加海峽論壇 而這個海峽論壇去 我們只有聽話 不能講話 這什麼論壇 這不是很荒謬嗎 這個海峽論壇 是不是只是單方向的溝通 剛才這個美方議員說 國民黨就是希望替臺灣 爭取交流的機會 其實大家等在看 下個禮拜 這個夏立言 國民黨的副主席 用視訊的方式去參與 他到底能不能講出朱立倫 之前在美國講的這些話 他敢不敢講 國民黨是青梅的政黨 國民黨覺得九二共識 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大家都等著看 國民黨派出去的人 敢不敢這樣說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討論